各位來賓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的議程是 看FIDO與Spring Authorization Server 如何斬斷密碼的枷鎖 那我們歡迎Sam為我們帶來這次的Session 謝謝 大家好,我是尚黎 那開始之前我才先調查一下說 這場應該都有一些社會人士有經驗 有沒有人覺得三個月改是密碼的很煩的 有有,那這些都是苦受、飽受摧殘的 被公司治安摧殘的 然後還有什麼 跟上六次密碼不能一樣的 有沒有,改到不能知道 不知道怎麼在改的 好,你們辛苦了 這,趕快今天看完就可以跟你們老闆 自路行銷一下 就是趕快導入這個FIDO 好,那我就開始今天的分享 今天分享就是輕鬆點 不會帶很多程式嘛 但是有想要討論的 可以後再,大家再討論分享 好,這是我自我介紹 我是鎖上李鎮 那我目前在國泰金銀行的 雲端技術科的當主部長 好,那雲端技術科 我們這邊是玩GCP、AWS等等的技術 那我們主要他就是用Java 好,那一不小心就開始雲原生了 那我之前分享的經歷有 有Java Conference啊 很多人有看到有一些有興趣的議題 其實可以跟我一起討論 或玩這些技術 好 那首先 為什麼我會用Spring Security OOS OOS這個套件呢 這以前在比較遠年紀的時候 可能都會用這一套來做開發 做自家的認證中心 那後來在2018的時候 Spring他就說 我們社群上有很多開源的那種 OOS的服務 所以他們覺得應該把這個東西呢 讓我們去用那些開源的就好 他們就不再維護這一套Library 那社群就爆炸了 然後一堆哀嚎 然後我在那個Giav上面 就一堆人在那邊想說 啊,那我們也會用什麼 我們有客製化的需求等等的 那這個議題大概吵了兩、三個禮拜吧 後來Spring就說 好,那我們就來做一個Spring的Orderation Server 好,這個東西呢 他們在搞了一年多 然後就推出了 那這個推出呢 它其實有加新的功能 它就是有支援到OpenID 1.0 跟OOS 2.1的部分 OOS 2.1喔 不是2.0喔 好 那插在哪邊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好,那為什麼我有這個 要看這個東西呢 就是說SpringOrderation Server 這個是一個基於Spring的 那所以我們都很熟悉 不用再去重新學習它的一些組件 那這個東西呢 也支援OOS 2.1 OpenID 1.0 等等的其他的實現 它是基於一些新的一些規定 那再來是說它的一些防護機制 這次也是基於它原本的Spring Security 對 好,那這個就是 你現在可以在SpringStarter的網站上 直接下載 它有提供一個Starter 好,這個Starter下載呢 其實你就可以用一些簡單的設定 那吃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立刻開啟 就開槍即可用的特性 可以滿足你 不管是開發 或是說你要用來做測試的需求 對,你可以看到 能夠設定一些Canide 那是Secret等等的 好,這個就很方便 對我們開發來說就很方便 不用從頭搞一套OOS的環境 才能開始做開發等等 好,那現在其實2023年 我現在可以選擇很多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 是Spring來做這個使用呢 先說 先說明一下 這個不代表我國在公司在用 這是我自己在那邊研究 然後 有一些成果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2023年現在 其實Java來說 你可以選擇Kicklark 或是Spring這一套 那我自己研究的心得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Kicklark的確是比較全面的 它有一些身份跟控制管理 然後它還支援你各種的套件 比如說還有提供你Spring的Library去做組裝 那它也支援OpenID AOS 2.0跟SIMO等等的標準協議 然後它也提供聯合身份認證 它也提供一部分的客製化跟擴展的功能 這個我們同事也有使用過 那其實在我們使用的經驗上 它就其實設定跟管理上 比較複雜繁鎖一點 就是你要架一套完整的 它比較接近是產品的等級 所以你要做一些客製化 其實有限度 好,那再來是Spring這一套呢 它其實就是基於Spring生態 然後它也支援比較新的AOS 2.1 然後OpenID 1.0 那它也是前陣子才支援聯合身份認證 就是除了我之外 你可以去登錄到Google等等的 那再來是說 因為它就是Spring嘛 那我們可以客戶下來 自己做高度的客製化 那怎麼客製化 我可以稍後做說明一下 那它目前尚未支援WebOcean 然後WebOcean等一下會說明 好,那剛剛講到2.0跟2.0 那到底猜到哪裡 那首先這是2.0的授權類型 你可以看到一般我們常用的網頁 你在可能連續Google 然後打完帳號密碼之後 又跳回來我們的認證中心 然後做後面的Server 去做一些換Token的動作 這個比較便宜 就是通常都是所謂的 Authorization code的授權模式 那再來這個影視授權呢 這個我就比較沒有用到 所以就來看看 就比較偏向移動端的 那再來是說 Password模式比較偏向說 我是 基於我自己信任的應用 比如說放在外面 那它就在外面直接輸入帳號密碼 然後再傳送到認證中心 那這個東西 聽起來就很不安全 好,所以這個後面會講 那再來是Kanai Kanai Credential 那這個比較偏向是Server to server的溝通 我在溝通之前要先做一些認證 取得Token之後 再做溝通 好,那這個是2.1更新的部分 首先Authorization code這個東西呢 它要加上PKCE 好,這個東西我就不贅述這些規格 那它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在Kanai端跟Server端之間 會有一些傳遞一些認證的數值 然後去做驗證 對,它避免中間會有一些 中間人的攻擊 好,那再來是 密碼授權這個部分就是已經棄用了 好,這兩個都棄用了 那剩下就是Kanai的Credential 好,這剛剛繼續保留 好,那再講說 為什麼我會需要做客製化 其實所有的 大部分產品,不能說所有的 它都是以角色為基礎 作為一個開發設計 所以你會看到說 你建立 用一套服務開起來 然後它會叫你去建立角色 角色下面有哪些權限 好,那這個授權方式呢 基本上都是基於角色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可能拿到的Token是 裡面有一個叫做 弱的一個字串 這個說 這是角色部分 那這個Token呢,傳到後面 我這邊是,假設說是後端的Service 對,那後端Service就會用這個角色來判定說 你可以存取多少功能 好,那這邊 往後傳的部分插題一下就是 大家覺得說 我第一個Service認證之後 比如說它是Gateway 它往後傳的時候 其實你還要不要做認證 覺得不用得舉手 好,那剩下都是要的喔 我來找一個問 好,其實 好,現在我們比較強調一個觀念就是 Lero Trust 就是你傳統企業在 比如說你進去Gateway之後 它都是一個大內網 怎麼呼叫什麼資料隨便拿 好,這個就像那個巨人裡面 其實你以為巨人都在外面 沒有,就在你身邊而已 好 那這個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參考下面 雲端大會 我們那個李奇的架構師 他有分享 那他現在在那個 那一棟叫什麼 對對對,同一個議程 同一個時間在那個雲端開發者那邊 好 好,調題了 那再回來 那所以 如果說我今天基於角色做一個 判定的話 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我的角色新增 你看我看到下面 系統增加很多角色 那你的程式是不是要調整 去辨認這些角色 跟規劃這些角色的權限 好,那我就會想說 我這樣每次都要動程式 其實很麻煩 就是它的彈性不高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如果我是 就是 基於一些 資源的概念 或是 範圍scope的概念 好,我就去研究說 OOS 2.0其實它有這個scope的說明 那我有去參考 Google API 它這邊就有講說scope 那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scope它可以設計得非常的彈性 比如說 你的那個月曆啊 然後你可以分成event 或是read only等等的 好 那接下來你就只是 角色跟這些scope mapping的問題而已 好,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變成說 我的人員登錄之後呢 其實它會依照我的角色去對應這些授權範圍 那我這個授權範圍就會寫在我的JWToken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 比如說open ID profile等等的權限 那進去之後我的程式都是看這些權限 不管你今天是什麼角色 反正你有這些權限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很好理解 好,那 確定我的設計方式之後 跟怎麼去應用 我就會去 我再講說 怎麼客製化一下這個Spring Authorization Server 那這邊有我的這些整領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有些table mapping啊 你需要客製化的class啊等等的 好,這邊就是 我如何用Spring這個authorization server的部分 那接下來講說 無密碼時代 好,這個就是 可以幫助大家解脫苦海 好,這是剛剛講的 密碼其實很容易被窃取啊 或是說你用一些暴力破甲去拆你的密碼 或是說你要記很多組的密碼在不同平台上 常常我們就會懶的是每個平台都 說密碼都長得一樣 那你覺得破就全部都破了 再來是它要更改嘛 就剛剛都親身經歷 好,那所以就會有一個FIDO聯盟出現 那FIDO聯盟其實在 它不是新的組織啊 就是2012年就出現了 所以它推廣很久 那它的推廣的目的就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用密碼以外的方式 更安全更方便的來使用 那現在像Google、Apple其實 它又都有在開始轉推廣了 轉為用FIDO系列的認證 那這邊有個案例說明 時間我可能沒有列啦 那大概就是這兩三年的事情 講個比較近的就是 Google的帳號支援Passkey登錄 那就是你就去開啟之後綁定完 你之後登錄Google就刷臉就好了 對,那速發布也加入FIDO聯盟認證啊 跟國際接軌啊等等 那金融業更不用說了 它是222020的新聞吧 就開始要推廣了 那現在有一些公司 金融公司已經開始有在用了 那它怎麼去運作的呢 簡單說它就是 你登錄系統完之後 你可以去到一個裡面 你去做一個註冊我的FIDO身分認證的部分 然後身分認證呢 它就會跟Server發起一個挑戰說 我要做登錄 那不好意思我講錯 先說明註冊 註冊的部分會產生一對公司藥 那試藥會保存在你的裝置 那公司藥會上傳到Server 那在進行登錄的時候 其實就會跟Server發起一個 我要登錄的有點像是簽章認證 那Server就會給你一個資料請去簽章 那簽完之後 再回到Server上 它用功耀去幫你驗證 那驗證過呢 其實你就登錄成功了 好 這不是 就跟平常登錄一樣 類似類似 好 那再來是我如果今天要做這個整合的部分 Java套件如何去選擇 那你可以看到有Web Awesome 4G 跟這個是Ubicle Ubicle這家公司其實有做軟硬體啦 就是長得像這樣子 那它也支援USB跟NFC 你可以看到我這個包裝沒拆過 然後就知道我都用NFC在開發 好 那它們優缺點我就整理一下 就是Web Awesome 4G 它其實有現有的產品 就是Key Clock已經有在導入使用了 那它也有提供Web Awesome For Supreme Security的套件 好 那其實我在組裝這個過程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它的範例可能就會文章 資料比較少一點 所以你在使用上 可能要花多一點時間看原始碼 那再來是Ubicle這一間呢 就是這一家 今天沒有要工商啦 就是大家可以去買FIDO認證的 這種公用設施 或是你用FSID也可以 那Ubicle它本身就是FIDO的聯盟成員之一 所以你可以認為說它應該是滿大的 就是不太會作結起區塊的東西 那再來是它也有推那個 Java Supreme Web Awesome Server的套件 那它的功能就會比較獨立 就是好理解跟好使用 那它的硬體資源比較好 畢竟它自家做的就有做 那缺點就是說 你去看它大概幾百顆星吧 社群的關注力比較 關注度比較低 所以你可能會擔心說 可能它美樂度後續不運了 維護這一套 這是比較擔心的點 好 那接下來就是推薦的資源 就是如果大家有這個需求想要整合 或是 弄... 不要說搞自己這樣 跟老闆推廣說 Web Awesome這個認證服務 所以我們以後都用刷臉 不要再打帳號密碼了 好 那你這邊有些資源可以去研究這個大神 它的... 之前的YouTube影片跟它的Source Call 對 那這個給大家參考 好 好 那之後呢 就... 我們就可以進入五米馬時代 就是提高我們安全性 使用FIDO認證 然後... 便利用戶 那我有看到一些案例它是說 連我的Git Push Call的時候 都是刷臉 那個就... 有家公司做得滿神的 那再來就是大家可以 推廣這些應用程式的 好 那簡單分享到這邊 你可以在這些地方找到我 比如說... 我不知道現在叫Twitter還是叫X 然後GitHub 然後我的部落格文章 那如果你對我們職學或是 我們有找雲端... 微服務開發跟雲端SRE 跟雲端DAIUPS都可以找我聊聊 或是說拍照起來有空的時候可以去看 對 好 那... 還有時間我就稍微demo一下怎麼玩 好 程式嘛其實還要做調整啦 但是如果... 調整好其實我也可以放到GitHub上面 給大家玩 或是去改改看 哦 這...這不是BUG 這是那個... 大課沒開喔 下次我 好... 也最近我們也在玩AI 重新整理一下 好 這個... 這個就是簡單做的啦 那... 剛剛講說它可以做聯合身份認證 其實你也透過Google去登錄 或是說 我現在先進行登錄 然後做一個註冊看看 但是... 但是...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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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會發起一個註冊就是說 欸... 那你要用什麼電力金鑰呢 我這邊可以使用我的Touch ID 好... 那這邊你就可以看到說 欸... 它就去做一些演算法 然後把這些結果 跟產生出來的公鑰 上傳到Server上去 嗯... 你們太小了不好點 好... 這邊我就把Session稍微清掉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就是要重新登錄嘛 我就可以用... 只是沒有打錯 然後我再點WebWarset 然後它就會說 欸...那你要用這個身份去登錄嗎 我對... 那我就用我的Touch ID去做驗證 好... 驗證完之後呢 欸... 我沒有做過頁面了 就是大概... 就是Username已經確定登錄了 所以它可以完成這個認證的請求 好... 那這個流程大概就這樣 其實不會... 沒有到很難的 那就是... 整合的部分比較花功夫一點 好... 那今天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有沒有大家想問什麼的 請說... 壞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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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下你們的網關... 所以... 這個我倒沒試過 你可能只能找原廠 要不然就是... 有一些... 那個... 你可以做一些機制啊 比如說我有看到有人說 你除了主要的身份認證之外 你還可以做個備員的身份認證 對...那你可能是換另外一個Key 或是用裝置的一個綁定這樣子 對... 以防萬一 請說 這個跟LeoTrust就比較沒有絕對關係 LeoTrust比較像是說 我在使用應用或是存取資源之前 我一定要做一個認證、驗聲 那這個只是... 我們... 有點像OOS它是個登錄的手段 那其實比帳密更安全 FIDO部分是這樣子 對... 請說 導入的成本喔... 導入的成本喔... 一個就是你們認證中心修改的功成本 那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說你們有Mac 像Windows我記得好像也支援 對... 所以你們如果原本裝置有支援 其實你不用太花錢去更換這些東西的 那這個的話大概便宜一點2、30塊美元就有了 對... 不會... 不會... 請說 你說Google的那個Path Key嗎 應該是說我們說 它都是基於FIDO聯盟發... 因為規格流程其實是差不多的 對... 你可以這樣理解 但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 好 謝謝 請說 Windows我記得前陣它有出刷指紋的那種筆電 對... 或者是說我記得它有那個刷... 嗯? 看它... 看它晶片有什麼支援 主要是看... 因為像TouchID是Mac它... TouchID是東西有支援做這件事情 那就沒問題了 對... 還是要看裝置 對... 應該也是 對... 應該也是 對... 或是... 像... 它... 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 我記得啦 我忘記了UBI叫哪一家用 嗯... 嗯... 這個很多都公司做 對啊 感谢观看